十年前我寫過多寶塔的示範的視頻 那時候寫的還蠻大的 大概七公分左右吧 不一定了 所以大概現在七八公分左右了 那只有寫了一百行 因為實在是太多了 我們這千字文實在 這個這比千字文還多啊 這有後來數一數208行啊 每一行大概十個到十一個字啊 我這寫 寫到一半我就說不了 不過那時候 寫一半的時候想說後面都差不多了 沒想到這十年啊 下面常常有人留言說 那要不要把剩下的寫完 那其實我沒有很想把後面的寫完 不過最近啊 因為我以前有出過一本 哥巴達千字文 我自己寫的十年前 那因為後面有日期啊 我知道大概2008的時候出了 那現在想重新出版啊 通常都會覺得當年寫的有點 嗯 不堪回首 所以我決定重寫 但重寫的話 總要再試一次嘛 所以我就趁機把後面的也寫完 後面還有108行我也寫完 不過這次寫的跟上次不太一樣 上次寫的比較大 我剛剛講大概就7公分 我認為寫大字那個筆法會稍微改變 稍微改變 那這一次我就決定 好 那我寫小一點 我寫小一點 我把它寫的跟圓大差不多 什麼叫跟圓大差不多 圓大比有大一點點嘛 圓大差不多 圓大大概這樣了 所以寫完那我翻最後一頁好了 因為剛剛這次是最後一頁對象 圓大比圓大稍微大一點 那間隔主要是為什麼 因為間隔我錄的時候 我不想錄到旁邊砸七砸八的 所以我的間隔比較寬哦 你不需要像我間隔這麼寬 我是錄影用的 你又沒有錄影 你可以照他的格式去寫 那筆呢 筆我也是用還還用蠻大的哦 上次寫也是寫很大 那這一次 我還是用7公分可以寫7公分字的 大如意去寫哦 那我希望 只用筆尖 所以這樣子看來大概只用到這支筆的 十分之一 十分之一而已 那當然你可以挑小一點 主要我大鎧很多啊 我都不用再去買啊 但是如果要買中鎧 那我還要再特地再去買 覺得有點懶惰 所以我就這一次就寫的比較小哦 那 筆之前好一點的是 嗯我覺得之前的用筆寫的太扁了 因為有人一直在提到說 我當時在寫的這個鈉 就說 他一直提到這個問題 說我的鈉 太過飽滿 其實我有覺得 不過那時候也改不了 那這次有沒有比較不飽滿 有比較好一點點 但是 有時候很難改 我在寫鈉的時候 我認為鈉應該是很爽力的送出 所以我盡量把動作寫的比較 應該說 不要多餘的 停頓 多餘的 動作 因為我發現大多數人在寫鈉的時候 動作太多餘了 所以穿著在鈉最重的地方的時候 就整個暈開了 然後拉出去之後就虛掉了 我覺得那個毛筆的彈性很重要 你必須保持毛筆的彈性 然後順利的拉出去 所以那個鈉其實我倒 沒有縮小多少 因為如果要做那個動作 勢必要把那個動作誇張一點 看得比較出來 事實上有小一點點 但是我覺得 沒有改變多少 那在鈉的部分 你可能就自己 再參考字鐵 大概這個是裡面我這次寫 跟上次比較 不太一樣會注意到的地方 那至於字鐵 多巴塔字鐵都蠻清楚的 我以前是用二旋射了 不過我已經丟掉 我以前用了綠色 那以前第一版本 我已經丟掉了 這是旋密塔的 很多書都寫完都丟掉了 丟掉我找到這一本 我覺得 哎 OK 他的 他的色澤啊 還有反光度啊 也都 有些舒服反光很嚴重 看起來真的很不舒服 他們不在想什麼 我們靈鐵都要看字鐵 就反光嚴重 那給大家參考